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这个房子呢 它有自己的gate 有它的这个电子门径 我们需要按了这个密码才可以进来 我们首先看到啊 它这个drive way 是特别的宽 又宽又长 一直延伸到它的后院 然后这个drive way 这是一个带有瀑布的雕塑 放在中间是刚刚好 即功能性和这个观赏性预体 然后这个房子的它的整个门链很宽 那这个右边呢 是它的三个单开门的车库 然后这边呢 请跟我来 这是它的这个前门 大门 这个比较气派的大门 我们两边配有罗马柱 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呢 是进到了它的这个living room 这是用来招待客人 或者是家庭小座 闲聊 甚至是商务卡谈的区域 那你看看它的整个这个floor 这个都是这种仿大历史的地砖 然后配上这种罗马柱 后面的这个是一整面的这个玻璃的墙 这样的话呢 去增加了这个屋里的采光 也给你一进门就带来了 非常漂亮的一个view 一种视觉的冲击 现在呢 我们先往这个进门以后的 左手边来看 这是它的一个办公间 我们叫凳 它这种嵌入式的这个书柜 然后这个办公桌和这个接待椅 应该说这个面积布置的是刚刚好 应该说这个面积布置的是刚刚好 好 我们现在呢 来进到它的这个 这是一个主人区 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主人房 主卧 那这个它主卧里边也是这个瓷砖 那这是一个佛罗里达的style 让人感觉很凉爽 那他们一般会在床下面呢 放一个很大的rug 就是也会增加一份温馨的感觉 在这个巨大的卧室里面 然后你看它的这些窗帘 那还有这个blinds 都是非常好非常实用 也很好看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有一个门呢 它是通往游泳池的 这是它一个简易的一个closet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主卧里面的closet 非常的大哈 这边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间 也可以男女分开哈 各自用自己的closet 我们来看看它的洗手间 这个 这就是主卧的卫浴 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是干丝分离的棚浴区 淋浴区 然后呢 还有这个男女分开的这个洗脸台 Vanity 这个是女士用的 里面呢 是这个马桶 OK 我们呢 从这个主卧的区域呢 再走出来 穿过它的这个living room 这里呢 我们先看看 这是它的一个formal dining room 就是它的一个很正式的一个餐厅 然后一般的就是家庭聚餐啊 宴请啊 接待客人啊 都应该在这里哈 我们看看它的这些家具呀 还有这些装饰品呢 都搭配的十分的协调 也显大气 那我们现在呢 再往里边走 啊 这里呢 是一个这个半bass 就是我们说的半bass 就是不带这个洗浴的 不带淋浴的 那这里是供客厅和书房这边使用 那还有我们现在过来呢 看到这边哈 这是一个洗衣房 看看它这个都是配备的非常质量 高质量的洗衣机 烘干机 现在呢 我们也来到了它的这个厨房 这也是它这个房子的一个亮点 这是一个美食级的厨房 我们看看它的这些电器 这些呢 都是比较上档次的牌子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这个 巨大的这个燃气炉 带有双烤箱 at the bottom 然后这个这个抽油烟机也是功力巨大 所以这个对中国人做饭多就非常的适用 它这些柜门呢 都是实木的 就是显得非常的厚重 结实 然后这里 这个中岛呢 还配有这个酒柜 然后这边是 这是放垃圾桶的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微波炉 那我们看看它这个sink 这里 这里有一个sink 那里还有一个 两个sink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便餐桌 便餐桌就是家庭呢 就是便餐的地方 那这个view 这里呢 又是一个整面的这个大玻璃窗 所以在这个区域用餐 或者是你在厨房做饭 这个后院的view都是宜难无疑 也会让你做饭感觉到很轻松 心情很好 那这个玻璃呢 它都是加厚的防风 也隔音的玻璃 这个是防飓风的 这边呢 这边呢是它的这个family room 这个是family room 就是家庭自己家里人在一起放松休闲 看电视娱乐的地方 这里它设计了一个电子壁炉 这个美国家庭他们过年过节呢 会在这里做一些装饰 就是有一个过节的家庭的温馨的气氛 那我们现在再往里边走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它的这个客房的区域 这里呢是它的一个洗手间 这是一个全bus 带有淋浴的 那这个是供这个family room 还有这边的客房使用 好这里是它的第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的面积也不小很方正 然后它也带有这个一个大的closet 那现在出来了 这个对面就是第二间客卧 里边也有closet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第三个客卧 那第三个客卧它是带有自己的洗手间的 这个门关上 这就是它的这个套房的洗手间 这个是可以看到后院的后院的风景的 我们现在呢从这边走出来 那这个房子呢它虽然不是contemporary 就是不是最现代的 因为它建于2003年 那这个房子呢 它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货真价实 从它的每一处做工到它的这个用料和家具的配备 都是显得就是特别的实在 也显大气 那这个这个房子呢 那实际它的主人就是一个builder 它自己建的房子自己一直在这里居住 所以它也maintain的非常好 房子的状况condition非常好 好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它的这个patio 它不在空调的覆盖之下 所以它是不算在面积里边的 这种patio呢 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 看这就是它的两大这个玻璃窗透过来 这里有室外用餐的地方 这里也有这个室外小座喝茶或者喝酒的地方 这个游泳池很大哦 这个足够满足这个游泳爱好者的需求 这里呢还有一个spa 这个这是一个带有按摩功能的spa 这边来了看一看啊 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它是一个以这个主体建筑分开的一个户外厨房 这个是babiko冰箱酒柜移用俱全 这边还有一个烤披萨的烤箱 这个在这个沙网外面 这种拍的也不是每个房子都会带有的啊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房子的一大亮点 就是面积大风景也好 功能也全 那这样的一个patty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这个快乐 这个而且这个面积呢一个 举办一个50人以上的party 完全都不会拥挤 我现在呢要带大家再去看一看它的后院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它的后院 这是一个2.81acre的院子 就相当于17亩地 现在看来它是已经完全的开发完了 然后我们看看它也种了不少的果树 这有木瓜 这一节呢它把它围起来估计是养宠物用的可以玩的地方 但是它的property其实一直延伸到后面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drive位呢是一直从前面延伸到后面扑过来的 这个也是要不少投资的 那这里是它一个分开的一个storage一个仓库 然后这里有额外的两个车库 所以这个房子加起来是五个车库 而且它的院外也可以停不少的车 这里就是它的storage 可以放一些这个打理院子的一些设备 这里是它的进水庄子 就是饮用水 所以这种庄业房是它用的都是这个井水 它是没有水废的 那这个呢 这整个呢就是它院子后院 这里是一个小凉亭 就是上面覆盖的是花 所以这里也可以安放一些椅子在这里拉凉 那这条路呢就是一直开了就开到前院了 这个房子呢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 它总共呢这个套内面积是3362sqft 它的建筑面积是5355sqft 总的占地面积呢是2.8亿 那它总共有4个房间加1个办公间 然后有4个卫生间加5个车库 它的location也非常的好 那它这里一出去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主路 就是Emarkley Road 然后到非常漂亮的海滩 Vanderbeal Beach 只要13分钟 然后到这个New Asian Market 还有这个Costco Grocery 也是只要12分钟 然后到西南国际机场 RSW只要26分钟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庄园房 那就是说您住在这里 既可以拥有这个城市的便利和繁华 又可以享受到深宅大院的静密和园林美景 美好而惬意的生活 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好了如果您喜欢类似的房子 请直接与我联系 加我的微信 或者直接打我的电话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和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